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知道你父母是運動員 但是你可以介紹一下 跟某都想問他們會怎樣幫你和鼓勵你呢 其實我爸爸在大尊的時候 都參加了很多種不同的運動 他比較擅長一些球拍類的運動 好像網球、乒乓球等等 他之後出來工作就認識了我媽媽 我媽媽其實就是以前香港隊的自經短跑代表 她在跑步方面比較出色 她們都非常支持我參加運動 好像媽媽在我小時候就會等我學 之後就會接我去訓練游泳 甚至是在中學的時候 都有帶我去火炭的香港體育學院訓練 因為很遠 在乘車的途中 她媽媽都準備了一些零食給我吃 可以補充體力 好像平時比賽等等 她們都會帶我去比賽 看我的比賽支持我 好 我聽到鼓勵了你很多 變了令你成為一個全職運動員 但當你做了運動員之後 他們還可以或者又在哪方面可以幫到你呢 其實當了運動員之後 我都跟香港隊的教練接受專項的訓練 而且她們始終以前不是西門鐵人的運動員 她們在技術方面的分析 就未必會幫到我 但她們都很支持我 可能我有些用具 好像單車我要換過 但一輛單車就很貴 她們都會贊助我 買一輛新單車給我 還有有時出國比賽 或者出國訓練 要去很久的一段時間 她們都會特意來碟我機 然後跟我去吃一頓好